原标题 黄毅清透露自己开思薛之谦的原因 原来一切都是为了甲乃量进入黄毅清和薛之谦 开始正面硬刚 起因是黄毅清趁薛之谦吸毒多年 并且自己手中还会有薛之谦吸毒的小视频等证据 而为了自证清白 薛之谦亲自找到警察 共同对薛之谦进行了提检的 检查结果薛之谦并没有吸毒 因此薛之谦也对黄毅清放出狠话 我薛之谦从来不吸毒 认舍会监督 若有虚言 当众自尽 并表示我们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但黄毅清对于薛之谦的检查结果并不在意 他表示以前薛之谦确实吸毒 没检查出来 是因为他对境界 用不着显得自己多优秀一样 只有吸过毒的人才会对检查结果没有吸毒而激动万分 同时黄毅清对薛之谦各种调侃 逐检查结果报告公布一下 还有公安回职单中不做任何其他证明的声明 都成为了黄毅清 佐证自己观点的证据 不过对于黄毅清的调侃 薛之谦并没有做回应 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室发布的律师声明 决定起诉黄毅清诽谤 但黄毅清并没有被薛之谦的律师声明吓倒 还热心地指出了声明中三个不足 首先是除了律所的公章外 律师声明中还需要有律师的本人签章 但声明中没有 第二点 为司法鉴定过程中至少有两位律师参与 但两位律师都没现身 第三是律师只能保证以前没有 不能确定未来 但律师声明中所说为从未也不会 因此黄毅清断言 这种野鸡声明还是不要拿给我看的 关于薛之谦发的是否是野鸡声明先不做讨论 很多人应该非常疑惑 为什么黄毅清要撕薛之谦呢 其实这涉及到假乃家 黄毅清连发两条微博阐述自己 为什么要和薛之谦过不去 他表示自己之前其实还是很支持薛之谦的 认为他一路走来不容易 但听到李宇童爆料后 黄毅清认为薛之谦侮辱了自己最支持的那个人 假乃家 因此才站出来指责薛之谦吸毒 最后黄毅清总结 我这人爱憎分明 对于这个说法 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此前李小鹿被报 夜宿门时以黄毅清为首的秦分等人 就曾站出来开斯堡 最终让堡落得被封杀 之后又将炮火转向马苏 质疑马苏是两人之间的牵线人 而马苏状告黄毅清 确实不了了之 判定马苏作为公众人物 应对公众 媒体的评论 承担一定容忍的义务 因此驳回了马苏的起诉 这一次黄毅清是指明道姓 点出了薛之谦吸毒 如果他不能证明薛之谦曾经吸毒 那就会面临诽谤罪 但如果他手里真有证据 薛之谦也会投赎忌器 而黄毅清现在已经准备回国 接下来事情会怎样发展 接下来一些 如果 Wise还能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